好,最后一场比赛,我先把这个计时器先录起来 好,你先开始,你先开始计时器 好,计时开始啊 来看看这场比赛,DAC对Gumiho的比赛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地图啊,地图来到了绿色温室啊,存在地图下方,橘黄色的重数选手啊,就是来自于SKT的DAC 那就是上方,青色的人数选手,就是来自于MVP的Gumiho,那这场比赛是一场决胜局的比赛,ACE战 我觉得这张地图可能DAC还是会走那个龙狗独豹,因为这张地图的蟑螂其实不太好展开的 但这张地图不好投啊 不是,我说龙狗独豹呀 龙狗独豹是可以的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它蟑螂不好展嘛,这张地图 嗯,DAC前期打得很稳啊,非常非常稳 嗯 不想被赢,这也是很正常的 诶,郭敏,我为什么四个农民才起 操作失误了啊,刚才 DAC,他这套流程,开局流程 其实是,呃,有他自己运营独特的一个方式的 但我就想看他变化,你知道我想看他什么变化吧 就是,他前期是,他防什么多兵营 跳死神啊,或者什么野兵啊,是很好用 但是,就是,对手跳死神的变化我是知道的 他出两个狗绕一下,然后就开矿了 我就想看他,万一对手裸霜他怎么变化 是打一波呢,还是说跟别人拼运营 肯定运营啊 就他这个打法其实,就跟他ZVP是一样的 他可运营可一波 或者说,对方如果说那个 裸霜的话,他可以选择八仙过海 对,我觉得他有可能是 这个,他这种开矿,八仙过海很猛的 你鲁双他就,他就蟑螂一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这种开矿,八仙过海基本上都 A过去就是,基本上是转 你,对,大可绕狗,但是顾米虎这边 哦,他藏着,诶,两个狗藏在这里看着你过去 诶,诶,看着你过去,可以,可以 好,我两个狗去你家 诶,郭米虎没补第一个机枪 这两个狗就不要现身了 他死神马上就回去了 这时候狗就旁边绕一圈就回家了 潇洒走一回 烦的一逼,这个手 你看到没有,这种智商被玩爆了 这种,就现在对于那个 郭米虎来说就烦的一逼 知道对手的,他很迷茫 诶,狗去哪里了,对吧 这种感觉,死神不敢出来了 好,再是一个农民采气提防止速度 他的这个开局,其实ZVPZVT他都这样打的 狗速已经好了吧,狗速好了,直接去你家 顾米虎接了第二个死神 第二个死神什么意思 他难道 怕对方那个狗过来 然后接第二个死神吗 也不对,不知道他为什么接了第二个死神 好,三开 大可这个开局啊,其实前期这么搞了一下 我觉得并没有说有太多的一个 但他还在绕狗哦 这波过来 有火车有火车,防得很非常稳 非常稳 哎,他这样开局其实经济很差的 就33个农民,经济很差 他有自信肯定是因为他中期挡得住才有自信这样打 出蟑螂潮 出蟑螂潮 但这个三基地不一定开得起来啊这样 狗狗可以上来包一下了呀 再不包 他好像放了三基地,三基地要放了 这,大可难道要跪 这感觉开局亏成马了啊 我感觉这个,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局 对啊,他敢这样开肯定有自己道理 但是我 好,强压 这顾米欧前击压得非常的顺啊 这顾米欧前击压得非常的顺啊 出了五个蟑螂 哎,我不信哪 这种他都搬得回来的话 我就真不信哪 这种局面对于一个重组选手来说 就是,就感觉是个死局的样子了 对不对吗 没得打呢,这种在打毛啊 开局开成这样 哦 关键是这个三冠退一次太伤了 本来重来都少 以前 以前其实我觉得 以前那个重新自新的话还好 但你也很不爽呀 对 就这种局势 就这种局势 只要反正 对我们这种重组选手来说 肯定就基本上就不想打了 对不对吗 这开局开成这样就不想打了 还被一个女妖贴着 女妖在这边搞 真的不想打了 一拨过去摁不到什么东西 家里面坦克都架好了 好了,完全没机会 农民才39个 你这拨回去,你的火蟑螂回得去吗 这被女妖各种点啊 关键还能够用那个火车来烧 对 火车没出来 开局一直在亏 科技已经慢成马了已经 对 好,正面推进了 这波推进我觉得大克自己 大克一定没想到 太快了 这波推进 对,非常凶啊 不过好在大克这个军弹 还真的挺快的 铺的 好,正面 正面这个没用 直接砸了 先送一个 先送一个解放者 他狗包 这狗在包 哦,包得漂亮 但没包住 没包住 但他狗操作 不错了不错了 把那个 把那个 枪兵都打完 对 这波就没有推进的价值了 对,他这个狗 操作真的有点好 从旁边直接过去就包了一下 但不要再 冒然上了 不要再去啦 不要再去啦 送了一个蟑螂 卡住这个路口 打一打 但顾兵我这边想强吃 想留你 但小狗又过来 不能打了 他有个细节 刚才 大克在秒火车 就等火车秒完 就狗直接上去了 对 家里面一共一方在提 张狼速度在提 整个运营 农民数量 补到了64个 我靠那么大压力 他都补得到64个 人家爆了出这波兵 你就不要管人家压力大不大 他的实力比我们要强太多了 麻烦你把4GD开了 我靠 有钱吗可以开的呀 不是 就就就你把这种前进 一直亏 亏亏亏亏到底 然后你现在感觉好像行事 麻烦要 行事要比刚才好多了 麻烦我觉得现在至少 至少是一个军事 没有没有没有 六四六四 顾密话还是小油 你这个要实施求是的呀 没有实施 没有不实施求是的呀 你这两个空头坦克 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那也是不实施求是的嘛 你空头来好了 我们看看攻防现在什么情况吧 一攻一防 差不多 差不多 这张狼速度也好了 你告诉我这种 关键我现在发现是 你打Duck的军坦 是没有意义的 打完他马上就补了 他补军坦的意识太好了 对 我有这个散坦克散的 非常的好 他只要这个一打完 他马上女皇就过来补军坦 家里面在伸毒暴虫巢 三本也在提了 甘荣在造 攻防大家差不多 顾密话现在兴奋器刚刚好 盾牌也在伸 好嘞 这个军坦又扑起来了 你正面 这波 推不动啊 你本来都挡不住 推不动 这个正面有点 但人口大家还是咬得很紧 坦克架的这个位置很要 大可不好出 我推上来的呀 现在对于 顾密话来说 他要推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对他双线的清军坦 给大可看大可分兵了 这里 大可的分兵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觉得顾密话要推 顾密话要推 就只能往四旷 那个狭想那个路 但那个位置太怕感染虫了 你没办法呀 你你你从 你从军场上走的话 你就被感染虫起了 在河滨 顾密话在河滨了 175人口 这一波我觉得顾密话 是最强势的一波了 大可混了一些独暴 看他怎么解决这个 独暴 独暴应该还没速度 就从这个地方推 对的 这是对的 这个顾密话我觉得 我觉得大可不好冲 这个地方很难冲 就只有这个地方 才有机会 这一波有可能打死了呀 大可呗 对 这一波有点凶啊 而且独暴速度还没好 大可直接拦 砸了一下定座 漂亮漂亮漂亮 还不错 大可后面还有狗 太多了 看后面还有狗 又是一把垫 有没有垫 漂亮 炸死 全炸全炸 好后面独暴 这都能挡得住 我怎么招得住嘛 我家里面被夹了个解放者 农民死了7个 没事没事已经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 果然这种都挡住了 还有60个农民 他是一个三线 是一个三线 在现在 不现在我告诉你 顾米后人口还是领先230 还是有机会能够推 对 刚才这个三线 其实大可的经济还是受了一些损伤的 不过大可现在四头牛在造啊 牛甲还是刚刚生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大可的军坦被控制住了 对这波只要 只要顾米后推的快点 是完全是有机会的 对 而且顾米后四级离开起来了 再从这个地方推 有两个解放者 这两个解放者要人亲命了 看卡位置 先卡住 先卡住 这两个解放者卡得非常好 先砸先砸先砸 先砸一个 坦克会不会砸到吗 哎呦 没砸到坦克还好 下面有个牛 牛现在不敢上 要上吗 牛要上吗 上了上了 没假没假没假 大可又砸了 先把坦克砸掉 还是挡住了 大可 大可 大可也差点瞎了 没有 他砸的是那个坦克 刚才 啊 没问题 但人口上怎么差很多 差50人口啊 对啊大可没经济了 而且也余钱了 刚才有一点 血血了32条狗 放了一个飞龙塔 是准备转感染 转那个腐化 顾米后四川兵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可挡不住了 这四川兵过来 直接主机定没了 嗯 他刚才好像是看到 有点看到这个运输机 可能没反应过来 反应不过来 四川兵太夸张了 这里反正兵也不会死 两边空头在牵制 好四川兵进来 怎么办 这三本要被打爆啊 你正面至少要有两头牛防守 直接拆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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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管 主机先拆了 大可还是很烈啊 这个局面 还是很烈 两个牛出来 牛塔也被拆了 牛塔 被拆了 哎呀 好了 这个局面就很难打了 这个局面 现在对大可来说还有一波牛 如果这波牛 不能够一击致命的话 那基本上 这场比赛就输了 他再生个三本 等到出牛实在太晚了 其实顾名号这个时候可以选择猥琐了 差人家猥琐了 对就可以选择猥琐了 大可没那么好打 现在开这种黄金框 都不好打了 只要猥琐起来 前期这个开局太亏了 不过就算打成这样的话 大可的军台还是慢慢延出来了 嗯 现在对于大可来说 他的牛是送不起的 如果说一旦 送了牛 对吧 一旦送了牛 对一旦送牛就被输了 那就输了 但是现在 你看顾名号对整个形势的判断 非常的 非常的到位 刚才如果他继续持续推 他那波兵送了大可就翻盘了 所以他现在猥琐 把五框开起来再给你打 这个是最对的 这个局势判断是最对的 但是大可一把 方告是定中了三个妹子 我觉得被定妹子 这种小规模的损失 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对主要还是什么 大可五框开起来了 对 哦不是大可 是顾名号五框开起来了 我靠大可那么有气势 我怎么感觉大可要打一波 他肯定要冲了 他不能让你猥琐 看他怎么冲 他绝对不会让你猥琐的 这独暴有点多了 看他怎么冲 看他这个冲的路线啊 这也是从渡玩家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种架成这样怎么冲啊 拼一枪啊 不冲怎么知道冲不下来 来看一看啊 看一看他怎么冲 先牛顶前面 他的仇主永不为奴 我干死 顾名号 滚上去先滚 顾名号甩得不错 被定住了 哦 再定没有用啊 冲不开啊 这个地方这样 太多了 但是没有行星要赛哦 这边 这边不是行星要赛哦 三头牛上去 这三头牛 哥惨了 哥来了 哥呀 后面还有狗 有大量的狗 去出品碟 控制出品碟 妈的感觉控制不住了 那三框先打爆呀 三框 三框四框都拿来起飞 妈的不是控制不住啊 这个 下面先用腐化再吃 但是还是被他冲开了 这个太夸张了 你不要慌 这个局势我告诉你 还有的打 还有的打 哦 一个女妖在这里面偷东西 但没什么用 你把这个基地先打了 对 四框先打了 四框先打了再说 他用牛先站在这个位置 不停的在加血 一头牛 太猛了 一头牛 好 腐化再过来 腐化再过来 你来你来 对 把妹子点了 看你怎么打 有没有加血的 没了 去把三框点了呀 不要在这儿糾彩了 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 大可黄金框开起来了 大可牛他已经差不多好了 他可以造牛了 刚才冲的这波 顾米皇也没想到 现在他就卡住这个位置 不要你出来 两头牛站在这个位置 果然天下低 DVT啊 这种局势他都能打回来 有实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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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现在就是 顾米皇还有个武框 还有打下去的理由 但是形式已经完全翻转了 已经没有 我觉得已经没有打下去的理由了 他就这波兵了 这波兵死了就结束了 就看怎么打吧 我觉得这个顾米皇绝对没想到被冲飞的 绝对没想到 我们都觉得没 造了那么多防空 造了那么有那么多的解放者架好 所有部队站好的位置 然后被别人一波牛冲飞了 就感觉他冲的时候比我们冲的 就完全不是一个冰 还有一个他后面接狗接的真的好 对 狗上来时机很好 这波你怎么从嘛 你这波公寓后在想什么 就最多限制一下黄金矿 没他现在要争取 他要争取时间 他基地多 他争取时间 恢复经济 你恢复 你慢慢恢复吧 你慢慢恢复 你就一片矿 我看你怎么恢复 那他只能争取时间啊 那怎么办吧 这波被包了就彻底结束了 对啊 现在他就卡这种位置啊 就等你下来啊 看大克怎么下来 这颗雷 这颗雷 哦他看到这颗雷了 我操 好来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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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有一颗雷先引开 稍微控制了一下自己的部队 等独暴混在里面 继续的滚 滚 后面有狗包过来 后面有狗包过来 哦多仙还可以啊 多仙还可以 这个牛 牛在正面 主要是解决不了牛了 解决不了牛了 对这个牛在正面站住 你基本上你就没办法了 而且他主要是把这个黄金光慢慢的开起来 啊牛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太威武了 真太威武了 顾米虎就是各种空头拖时间啊 要想偷基地 我觉得你还不如直接偷黄金光算呢 这个牛已经慢慢多起来了 这个牛已经慢慢多起来了 人口也是120打63 其实一度是顾米虎200人口 大可只有120 130人口啊 没错 死了298条狗 好这个空头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空头 好这个空头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空头 无所谓了啊 大可 大可其实应该放一头牛来 防守的 他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一个细节 那时候可有一 他现在想的是 他现在想的是先断你经济好吗 你断我一片矿 我有黄金矿 你断好了下面这片矿 我只要把上面这片矿 我给你断了就行了 这些牛的数量 你怎么解决嘛 三头牛就能干死一个行星要塞 一头牛的故事啦 加一头牛 两船兵就完全打不住 刚才他的牛塔补的卖 是因为三本被打了 然后牛塔被打了 所以他下不了牛塔 好了 这个局面已经没得打了 人口已经只有45个人口了 这一盘比赛 我不能说 顾米霍打得不好 我只能说大可打得太满好了 顾米霍已经打得很好了 对 打得真的好 这种ZVT怎么赢嘛 的确 大可这个ZVT真的是强 跟你们说了宇宙第一 那真是宇宙第一啊 他们说嘴都打歪了顾米霍 的确是嘴都打歪了 你妈这个牛 牛起脸呢 好了好了 在这7年 怎么还出了个飞蛇什么的 好了 没用的呀 你这种在高度上所有什么意义吗 你下面都不是你的 拆中已经没用了 我不信的呀 不可能翻盘啊 不可能翻盘 因为对手可以无限开矿 你随便怎么甩 对手可以开矿 腐化在的话 腐化在的话 你这个跑也 跑的时候也会损失兵力 对 矿没打掉啊 这个 哎 有这种ZVT在 你怎么上人族嘛 我跟你说了 我就觉得应该上底爬球 是的呀 上底爬球 然后去拼Duck ZVZ 还说不定有点机会 我跟你说了 对面他们有队友三个人族 然后上去都是被乱干 他怕那个 他怕其实 上英诺威士吗 他怕Innovation 他怕 你上英诺威士 你抵法局就拼一场 也不是不能拼啊 不过坏人说回来啊 他们可能也是觉得 综合考虑一下 哦呦 背后一个干重 Gumiho Gumiho这个ZVT啊 TVZ还是有点实力 对对对 有实力有实力 就算真的碰到大土 我觉得还能打 但是 不得不服啊 这场比赛打的 不得不服 看到宇宙第一了 我先吃口饭吧 你先放会儿视频 我也要吃饭 我们放会儿视频啊 吃口饭 吃口饭 这场比赛真的打得好啊 真的打得好 我们先休息会儿啊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5分钟啊 好